在香港跑一天外卖能赚多少钱 今天胖君带大家了解一下 大哥已经来单了 这一单29块5毛6 在香港送外卖一单竟然有30块钱左右 真的很不错 这是我的朋友光哥 他在香港跑外卖已经三年了 现在是下午的6点多钟 6点15分开始上班吗 上午跑了几个小时 从几点到几点 11点到3点 你还是做了两份工作对吧 对啊 另一份工作是什么呀 保安是吧 你真立志大哥 我应该向你学习 没办法 光哥开始骑车上班了 就是骑这个小单车 这是他放外卖的箱子 这里加一个手机 现在他给顾客打电话 然后就准备送今天晚上的第一餐 大哥平时就这样骑着单车送外卖的 其实也是挺辛苦的 因为香港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 光哥是6点15分接的单 咱们看看他送完这一单 一共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这个外卖取到了 从接单到取餐用了10分钟左右 走吧 好 走 光哥送餐送了三年了 脚步特别快 我都有点跟不上啊 光哥你是哪一年的人啊 多少 你是多少岁了哪一年的 七几年 七几年啊 七五年的光哥 今年是48岁 在香港跑外卖 嫂子在这边吗 在福山啊 几个孩子啊 两个孩子 在这边送餐是不限制时间的 晚一点早一点都没事 不扣钱的 有没有什么好评差评什么的 没有 也没有是吧 那这个挺自由的 反正你找不到人 这个餐是你的 如果找不到顾客了 这个餐是你的 那你 自己去 找不到是什么原因 是电话打不通还是 找不到人 这规则很好啊 对对外卖外卖小哥来说是很不错的 你来办理才可以 所以这个餐 你都可以自己去 哦 来香港其实可以见识到很多的东西 也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但是我们那个签证只有七天啊 我是签了两次 待14天 不然可以长期待在这里 然后多记录一些 这一单啊 从接单到送餐 一共用了20分钟左右 不过今天我跟着光哥呢 有点慢 他平时的话 比这个要快一点 一小时的话 基本上能跑多少单 四单五单 是吧 一单三十块左右 四单五单 那就一百多一点了 一小时一百多一点 平时也到一百块 一百块左右 好咱们现在继续跟着光哥一起接单 光哥 你们这边送外卖 你需要导航吗 不用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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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比较熟是吧 对我不要 这边上哪里都可以送到 最远的有几公里 一公里多 一公里多 一个近的一两百米 还有一两百米的 一两百米都不愿意下来吃 回到这送上去 那可能工作比较忙的 那些白领是吧 对 因为 十七块的都要上两百年 就是毛毛鱼 我发现在这边消费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千块钱 就像当一百块钱花的感觉 又来单了 第二单 这单是27块8毛五 比上一单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也还可以 我跟着光哥这样送外卖 我感觉我都瘦了250克了 如果我以后想减肥 其实我可以体验一下 送外卖 不过在香港是不能工作的 咱们那边不能随便过来工作的 我可以去广州或者深圳送一下 这是帮别人送这个烧鸭 你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吗 一个儿子 两个儿子 那你有福气 两个儿子 没能敢欺负他 是不是 多大了 14岁 14岁 另一个呢 14 14 12 怪不得你这么拼啊 要给孩子买房子是吧 读书 读书 哦 哦 咱们给光哥点赞啊 对 他们好过一点 为了一家人能过上好的生活而打两份工 好 我在这等你哈 你可以进去是吧 我不进 今天特别感谢光哥能让我跟着他体验送外卖的生活 晚一会等他下班了 我请他吃个饭 好 光哥送完餐出来了 还挺快啊 还要拍个照上船吗 哇 天气太热了啊 跟着光哥跑了一身汗 他可能是比我瘦吧 没怎么出汗 然后我现在去买瓶水给他 我也要喝 不然等下 太难受了 光哥 给水 不客气 又接到单了是吧 哇 这一单还多一点 31块7毛5啊 这是第三单啊 接受 天色已经慢慢的黑了 走吧 这是第三单 这一单饭多一点哈 光哥 这一单远不远 7 8万块钱 7 8万块钱 那很快哈 你基本上就是在周边这单不会跑远啊 也不会给你派长途吧 那挺好 那没那么累啊 我们的步兵 步兵 什么叫步兵 走路啊 走路啊 还有什么兵啊 单车 单车 那摩托车数的话 会不会单价更高一点 跨区 如果在单车10分钟到了 那就是一个小时跑100块这样子 差不多啊 还有今天六天一天它的驾车比较高一点 哦 这个奖励 那你就周六周日你多跑一会儿咯 对 可以多转一点哈 今天又跑 跑这个刀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身体必要死 对 不要太赶 也不要闯红灯 对 对 哇 我也得喝点水 太热了 我跟在光哥后面他跑了一个小时的外卖 今天是接了三单 大概是九十多块钱 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没跟他一起去 他的话估计能跑一百块钱左右哈 一百多一百多 那你跑晚上三个小时就是三百块三百多 三百多 下午中午三个小时一共六个小时就能跑个六七百 六七百 那周六周末呢 9个小时 周六周末能跑多少钱 一千块九十 一千块钱左右 哦 那这样算下来 有四个周末 四个周末都是四千一千多 那就是四五千块钱 再加上其他二十二天 每天六百块一万多 大概能挣个两万多块钱 一万多 一万多 因为有时要马上就保安 只有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哦 那保安是一个月多少钱 一万多 一万多 一万多一万多 那就是差不多两三万块钱一个月 一共 那你每个月开支要多少 三千 你自己开支三千 往家寄多少 一万几千 一万几千 哦 还有其他开支吗 妈 妈给几千 给你妈几千 哇 这光哥是上用老下用小 但是他很努力很励志 然后上两份 打两份工 没办法 在香港 每个人都 我们没有办法的 所以每天都做十几个小时 那一个月能存个几千块钱 差不多 还可以了 还好可以 职业不分规见 为努力奔跑的人点赞 我们也应该向光哥多多学习 首先我应该向你学习 就我有时候感觉我做自拍体够累了 其实你做这个工作其实比我还要累 所以我要向你学习 光哥 今天非常感谢你带我体验送外卖的生活 等一下我请你吃个饭 我到底去吃你几个饭 你不能请我 刚才光哥说要请我吃饭 哪能让你请的 我请你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刚才咱们通过光哥也了解到 在香港这边送外卖 一个小时平均就是100块左右 港币 折合人民币就是88左右 然后如果你全职跑的话 一天赚个八九百块钱是没问题的 然后一个月就是2万多 3万块钱 我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做外卖的朋友 你们一天能赚多少呢 光哥 你平时下班了会跟你的同事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吗 很少 美国人都很忙的 他们三个年七十多岁还工作 七十多岁还工作 哇 真厉害 一般六十多岁都退休了 在这边七十岁还要干活是吧 我也要生活 没办法 今天刚好是星期五 光哥他也想休息一下 然后今天休息好 周末就大干一场 我们过来这边吃饭了 今天送给光哥了一个瓜 这瓜是进口的 光哥 你一定要把它吃掉 不要乱丢 可以啊 你看你喜欢吃饭 可以啊 光哥干杯 今天认识你很开心 干杯 祝你工作顺利 越来越好 光哥人很随和也很热心 今天我跟他一起一直在跟我讲解 这粤菜其实我是挺喜欢吃的 没有什么辣椒 你平时在哪里吃饭 家里 家里啊 锐状 辣植 很好到饭店吃吗 很少 嗯 这个是我们老板请你们吃的 老板请我们吃的 对 为什么要请我们吃 没关系的 因为他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做的 哦 这样子 哇 谢谢老板 这你们有缘的 谢谢谢谢 谢谢 老板还送了一份菜啊 还有肉 还有这个豆子皮 这一份估计也不便宜啊 反正一个菜基本上就是一百块左右 那老板又 哇 真大 多吃点啊 多吃点肉 你看你瘦的 嗯 为什么要送给我们啊 他想备饭钱的 没钱的 对啊 他送给他 他想备饭钱 不用的不用的 我是问一下 为什么要送我们一个菜 大哥是中国人的 哦 这样找啊 谢谢 但是我还是要买单的 谢谢你啊 大哥 谢谢 不行不行 买单 哈哈哈 对不起 你不要争大气啊 买单算了算了算 算多少钱 一百四十一 那个送的算了没有 那个不用了 算算算算 老板送给你吃的 送给你吃的 哦 那个是老板的 他们一家的 这是一家 我介绍一点就可以了 介绍一点我们就就可以了 怎么了 介绍 介绍一下啊 行行行 我下次多那个 多来几次 谢谢 多一百四十一是吧 对 谢谢 那月十一号先开张 哦开张是吧 哦 对对对 祝你们生意兴隆啊 财严广进 谢谢 刚刚在这个饭店吃完饭 非常感谢这位老板大哥 没想到他会送我们一个菜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刚才问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饭店吃过饭 然后你说没有 基本上都是在家吃 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听到了这句话啊 不管怎么样 真的特别感谢这位老板 祝他生意兴隆 财严广进 当然我也非常感谢 光哥今天带我体验他 送外面的生活 没关系 总之我来香港以后 遇到的都是善良 随和的人啊 真的很棒 好朋友们 拜拜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